大家好,我是Dan 离开SM的伊苏曼会不会开新的经纪公司 引起了韩国网友们的热议 5月5号,根据韩国投资银行行业表示 伊苏曼最近向Hib要求解除 在今年2月将股份出售给Hib时 签订的禁止从事同银行业的条款 根据业界分析 这是伊苏曼为了追究Hib未能收购SM娱乐的责任 并试图想要在娱乐圈东山再起的操作 当时伊苏曼将持有的股份出售给Hib 是为了反击Cacao在今年年初 试图与SM董事会联手驱逐他 而采取的反局措施 然而Hib在3月突然与Cacao达成协议 退出了SM娱乐的收购站 甚至还参与了Cacao的公开收购 将收购的伊苏曼股份的一部分卖给Cacao了 据了解伊苏曼对Hib的这种背叛非常愤怒 于是他就要求Hib解除禁业条款 对此Hib则是对媒体表示 放弃收购SM娱乐与伊苏曼前总裁的合同是无关的事情 也就是说Hib没有法律义务 也没有一直要解除禁业条款 而在演艺圈部分专家们也觉得 Hib应该会一直维持禁业条款 但是也有一部分专家们指责 Hib自己放弃了SM娱乐的收购 还这样缠着伊苏曼不放的话 是非常不妥的事情 而且如果伊苏曼创立新的经纪公司 恶化SM娱乐竞争力的话 对于Hib来说也是非常有利的情况 所以应该会解除条款的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所以他说过的要隐退也是个谎言 都过了70了该适可而止了 人的欲望真的是永无止境 真的为什么要这样呢 有那么多钱幸福的旅游者过晚年吧 不过如果创立新公司 将余佣经骑民众带走的话 应该会很好笑 也会被大家关注 会有哪一组爱豆搬过去 放开他吧 想看看会变成什么样 对于伊苏曼要求 Hib不解除禁业条款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No Wife Only Kalexie之后 在房贷Suga演唱会发生的事情 粉丝们开始DIY自己的手机了 啊笑死我了 十八克克克 没有诚意的Kalexie太好笑了 啊Suga真的好可爱 好可爱 好可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